关于你的妻子你需要知道的七件事 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 对于生活,丈夫和妻子常不会有相同的想法、感受和回应 对于妻子你需要知道的七件事是 一、你伤害了她的感情比你知道的要多 你的妻子是非常感性的 你伤害了她,但是大部分时间,你不是故意的,也不知道伤害了她 她可能觉得你伤害了她,但你却不认为是这样 你只是没有意识到她是如何感受事情的 大部分的时间她都没有太介意 她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她受到伤害 你这样做的越多,她受伤害越多 所以,要小心你的言语 二、你的话是比你以为的要重 你需要知道这一点 比如,当她问你她看起来怎么样时 你的回应对她很重要 可能比她一天中得到的任何其他人的回应都重要 对你这是一个小问题,但对于她是个大问题 你与她每天的沟通不仅是言语内容,还包括你怎么说和你的肢体语言 你的话对她很有分量,有意敦重 三、她希望你领导 可能社会上的女权运动使你晕了头 但很可能你的妻子希望并等着你做决定 她看重你的看法 她希望你能在家里领导 以及在她觉得你应该带领的地方主导 对于男人,我知道你并不总是想成为领导者 你的妻子可能在很多时候能做更好的决定 不过,她在等待,也希望你在关键的时候能站起来,起领导作用 四、她不希望成为像她母亲的一个人 她不希望被比作她的母亲 永远不要把你的妻子与她的母亲相比 事实上,她不希望成为其他的女人 无论是谁 她想看到自己是独特的 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和设计 五、她是与你同心的 即使看起来好像不是 我们的妻子都非常能建立关系 所以,如果她问你的日程安排 你要知道,她并不想为难你或怀疑你 她只是关心你 她的心想与她所爱的人在一起 六、握住她的手 没关系 偶尔浪漫一下 你可能一直以为你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但是,每一个女人有时都需要一点的浪漫 这让她感到很特别 尤其是来自于你的安排 七、她的世界看起来怎么样 反映了她内心的感受 所有她的世界,比如房子看起来怎么样 你觉得无所谓 但她却觉得这反映了她这个人怎么样 她很敏感别人是怎么看她的外表 有时,她在这方面的负担可能太过重了些 但你不要在这方面轻视她 要多理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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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